上一期我们提到中国的崛起是给欧盟到底带来利益还是带来了威胁呢 可能只有欧盟各国内心最清楚 中国现在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的关注焦点东移 欧盟在政治外交等活动当中受到的牵制更少 提升了各领域的独立性 这种机会如果不是美国注意力东移 欧盟恐怕是很难得到的 很多人说中国利用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的机会 经济迅速发展 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 这是正常的 凭什么中国就不能发展呢 而真正借助美国注意力转移 迅速做大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并实施扩张逻辑的恰恰是欧盟 只不过其手段更高明罢了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被肢解的708岁的苏联 对美国已经没有了威胁 而俄罗斯忙着融入西方 正在变卖苏联剩下的家产 原苏联体系内的精英和科学家忙着移民 对美国和西欧暂时也没有什么威胁了 于是美国把注意力就放到了 经济刚刚有所起色的中国身上 这一时期 中国遭遇了美国的制裁 美国制造了台海危机 炸了中国的大使馆 撞了中国的飞机等等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同样是这个时期 在德法的推动下 欧元诞生了 也就是说 就在美国把注意力东移的时候 在德法的推动下 美元的第一大竞争对手 欧元诞生了 第二个是就在2001年 美国遭遇恐怖袭击 后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欧盟趁机迅速扩容 比如就在伊拉克战争打得正憨的时候 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有10个 要知道在此之前 欧盟所有的成员国也只有16个 如此美国三番五次的刺激波兰脱欧 对英国脱欧派手较好 那大家想想 如果当时美国不是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需要德法的支持 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国家加入欧盟吗 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到 其实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国依然需要德法 但德法已经不是很需要美国了 因为当大家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的时候 美国和德法就成了更明显的竞争对手 因此苏联解体后 当美国把重点放到中国 德法就迅速退出了欧元 而且为了打消美国的顾虑 法国在1992年主动再次加入北约 要知道 法国早在1966年就退出了北约 为何反而在苏联解体后主动加入呢 说白了 就是为了加速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同时麻痹一下美国 毕竟加入北约就意味着 把安全问题交到美国手里了 显示了对美国的诚意 等到美国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欧盟迅速扩大 把成员国一下子就增加了十个 而且欧盟不是盲目的扩张 欧盟对成员国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加入条件 并保证了新加入者的体量都比较小 更好管理 这意味着一旦加入 其实就失去了很多主权 欧盟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当中的影响力变大 德法在对外方面所拥有的 将是整个欧盟的资源 就在这次美国把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中国之后 德法在建立统一国防方面 已经不再有所掩饰了 这种背景下 美国想让欧盟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恐怕最后被耍的将是美国 等德法逐步完成独立的国防体系 东欧国家突然会发现 美国能给的抵抗俄罗斯的安全资源 德法一样能给 而美国不能给的统一市场 德法同样能给 那个时候 东欧国家抛弃的将不是德法 而是美国 欧盟可能会出现第三次扩容 同时完成在国防和财政等领域的整合 成为美国另一个强大对手 很多人还有一种说辞 认为美国和西欧同根同源 怎么说也是表兄弟 有这种想法的人 就是不懂西方历史 从欧洲大陆到殖民地 西方各国之间的战争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美国当年差一点 也是南北分治 就是因为英国支持南方 法国支持北方 分裂和削弱竞争对手 做大自己 是欧洲政治永恒的主题 这里面 不管对手是谁 难道德法对美国打击空客 知己阿尔斯通毁掉德意志银行 支持英国脱欧 鼓动波兰脱欧等等 都无动于衷 错了 德法只是压住了怒火 我们再来说一下英国 英国现在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 英国的第一要务 是防止被德法整合的欧盟体系 所以脱欧应该是英国的第一要务 那英国的第二要务是什么呢 由于脱欧是第一要务 那就要把脱欧的影响降到最低 所以英国的第二要务 就是加强跟欧盟之外的 其他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跟美国的关系 那应对中国崛起 是不是英国的其中一个政治任务呢 其实恰恰相反 英国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其他贸易伙伴 除了美国 中国对英国十分重要 但既然重要性里面美国排第一 而美国又正在打压中国 那英国当然是选美国 所以英国跟着美国刺激中国 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站队而站队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口号大于实际行动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英国最后也拒绝使用华为了 但这其中的原因 并不是英国对话态度 发生了本质转变 而是拒绝使用华为 是英国站队美国的具体表现 否则拿什么来证明 英国是站美国一边的呢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其实我要说的是 应对中国崛起 在英国的主要任务里面 前十都排不进去 而且英国恰恰不希望中国经济压火 否则英国每年的留学生收入缺口怎么办 英国的房价谁来维持 房产税还能收上来吗 伦敦金融中心还能不能依靠 未来人民币的增量业务 来重夺辉煌跟纽约竞争了 当然作为亚欧大陆域外的岛国 英国确实是比较担心 大陆国家的合作和持续做大的 这里面也包括对中国的担心 但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了 东南亚已经没有半块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更在乎的是德法主导下的欧洲大陆 因为这个离自己太近了 所以美国觉得联合英国 主要是为了牵制中国 但英国联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欧洲大陆 看似联合 但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英国想要尽快地 从300年一遇的经济衰退当中复苏 中国市场的拉动必不可少 现在只要出现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 国内很多人就觉得中国是四面楚歌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国四面楚歌了这么多年 结果经济增长是最快的 科技发展也是最快的 跟各国的贸易增速也是最快的 反而很多人眼中的国际关系比较好的国家 经济却停滞不前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另外除了欧盟和英国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特殊 美国是否可以拉动俄罗斯来围堵中国呢 我们依然需要从国家任务排序这个角度来分析 俄罗斯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 依然是发展经济 如果经济再搞不上去 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影响力维持都很难 更不要说是扩大了 问题是美国能帮助俄罗斯经济复苏吗 事实是美俄两国在经济层面是竞争关系 比如能源军工和农业出口 美国和俄罗斯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美国如何帮助俄罗斯完成发展经济的任务呢 是跑去俄罗斯建个工厂 开玩笑 俄罗斯整个国家的消费总额 还不到中国广东一个省的70% 对于欧美高附加值产品而言 俄罗斯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 根本就无法支撑其销售和生产 所以纵观全球 能帮助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只有中国 也许欧洲会有一定帮助 但欧洲从政治层面对俄罗斯的排斥 以及美国对俄欧能源合作等的反对 会使得俄罗斯不会特别肉中于跟欧盟的经济合作 那中国崛起对于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 肯定是有很多不舒服在里面的 嫉妒之心肯定是有的 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此前对于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 并一直视俄罗斯为眼中钉肉中刺 都拿俄罗斯没办法 中国难道真能威胁到俄罗斯吗 所以俄罗斯很快会想明白 中国再强大也没有美国强大 更没有美国那样对俄罗斯充满根深蒂固的敌意 美国都不能把俄罗斯怎么样 中国会主动去威胁俄罗斯吗 当然不会 所以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不是威胁 美国拉拢俄罗斯围堵中国 最终也只能自感不力 关于东盟和日韩 这里重点说一下日本 那日本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既不是发展经济 也不是跟美国搞好关系 更不是遏制中国 日本的第一要务是平衡 发展经济对日本来说固然重要 但日本经济基本上是靠惯性来运作的 是一个非常成熟且具备竞争力的经济体 所以日本只需要保证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变 就是对其经济发展最好的帮助 那中国的崛起有没有打破现有秩序呢 恰恰相反 是美国要改变现有秩序 日本本来跟中国做生意做的挺好 结果美国上来说 你把你的工厂从中国迁出吧 你别跟中国合作了吧等等 其实在美国的盟友里面 日本是最听话的 那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点都不担心吗 当然担心 日本担心的是被中国报复 日本在侵略中国等问题上认错态度不好 其实中国人是如何看待那段历史的 所以日本是有这种担心的 但在经济方面 日本从来没有认为说中国会一直很弱 早在20年前 日本大部分专家和民众 就已经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日本 但是后来他们没想到超越的这么快 所以其实只要中国和日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日本从本质上来说 不会跟着美国硬刚中国 但由于日本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 目前依然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 所以日本需要平衡 也就是在美国最在意的地方跟中国对着干 但只要在美国不关注的地方 一定是寻求跟中国合作的 同时日本的问题也跟东盟各国和韩国的问题类似 因为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 周边国家都习惯了一个强大的中国 只要在国力上 中国比日本强大 日本主动挑衅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当年日本是看到了1840年开始的鸭片战争 中国清政府每次都是输给西方列强 才敢跟中国打中日甲午战争的 中国输了之后签协议 日本都要求清政府不能使用中国这个名字 认为一外途地的清政府是给中国文化和黄种人丢脸 所以从日本的历史来看 早已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国 而不是衰败的中国 中国的崛起引发的周边国家的注意 跟欧洲各国面对某个单一国家崛起的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欧洲 如果德国强大了 大家就联合起来对付德国 如果法国强大了 大家就联合起来对付法国 如果是英国或俄国强大了 也会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国家 所以欧洲一直以来寻求的是一种势均力敌 为什么美国总是误判中国周边的局势呢 原因就是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 几千年来 中国以及周边的局势都是单级的 而不是多级的 这种平衡反而是比较稳定的 中国并未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吞并过其他国家 历史上 中国帮朝鲜数次打推了日本的入侵 而在东盟地区 中国帮助这些国家消灭了海盗 让海上上路重新繁荣了起来 比如正和第一次下西洋 就在马六甲 剿灭了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陈祖毅 维护了东南亚海域的安全 后来东南亚地区海盗泛滥 恰恰是因为明朝中后期海禁所致 这些历史事实 其实无论周边国家现在如何修改历史 其实也是无法扭转的事实 因为到了最后 大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强大了就会扩张 那为什么离中国如此之近的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澳大利亚等等 都成了西方的生命地 而不是被此前更强大的中国所占领呢 所以 现在美国站出来在东南亚地区渲染中国威胁论 实际上是有点自说自话的感觉 因为美国是按照理解欧洲大陆的历史来看待东南亚的 令美国十分困惑的可能是 你们为什么就能容忍和接受一个持续崛起的中国呢 其实美国不知道的是 在没有美国的数千年里 人家就已经接受了一个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中国 而且是和平相处了数千年 你现在天天要站出来说中国是威胁 说一两次可能管用 但说的久了 大家反过来会质疑你的目的 所以 包括日本在内 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很难从你死我活的这个角度 跟着美国围堵中国 因为这些国家的第一要务 根本就不是什么应对中国的崛起 而是如何在跟中国的贸易当中 获得更多利益 我觉得蓬佩奥之流 可以来参观一下 中国正在发掘的南海一号沉船 该船1987年 在广东省台山市海域被发现了 距今已经800多年 是迄今为止 实际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 年代最早 船体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船上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多达18万件 包括瓷器 钱币 丝绸 金银铜锡 竹木漆器 以及动植物遗存等等 足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力之强盛 跟东南亚贸易之解密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之繁荣 请注意 这是800多年前 整个欧洲还处在野蛮的十字军东征时代 而200多年后 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大陆 更不要说美国那时在哪了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 美国跟中国国防实力的逐步接近 东南亚国家逐步会明白 美国既不能给他们带来绝对的国防安全 也无法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这个时候中国的友善和贸易辐射 就变得非常稀缺了 反过来被抛弃的将是美国 接下来再讲一下印度 印度其实是需要中国重视的 因为印度的第一要务反而是中国 原因是印度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是如何团结国内 推动国内的改革 这就使得印度一方面需要复兴宗教 比如莫迪就用复兴印度教的方式团结国内 但这种方式已使得印度分裂加剧 还有超过两亿的穆斯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来团结所有民众 来塑造大家对印度这个国家概念的认同 这样就可以凝聚共识并推动改革 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很多人可能又要问了 印度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印度政府的第一要务不应该是控制疫情吗 其实对于印度政府来说 控制疫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同时也没有人会觉得 印度政府没控制住疫情 其政府声誉就会受损 所以疫情肯定对印度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基于印度的产业结构 其实疫情对印度的冲击 跟疫情对美国的冲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印度8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主 生老病死基本都在自己的土地上 很多人生病了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去医院的都很少 所以这种背景下 印度政府面对的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 印度抓住中国不放 有美国等背后支持的原因 但更多的依然是印度政府的自身需求 这里面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来做分析 很多人可能觉得 如果全球工厂都搬去印度印度经济发展起来了 国力强大了 对中国的威胁可能就更大了 其实恰恰相反 印度经济越发达 越重视经济建设 才会越珍惜和平 而西方没有搞清楚的是 一旦印度经济再越上一个台阶 首先冲击到的并不是中国 而是西方 现在印度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 而且早就超过了俄罗斯 要知道印度可跟德国和日本不同 德国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 有历史包袱 而印度没有 所以当印度经济崛起之后 首先要取代的将是英国和法国 以及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 此前疫情爆发的时候 印度首先就禁止了对美国医药的出口 导致特朗普直接警告印度 如果不取消限制 就要制裁印度 其实印度是一个特别愿意使用各种手段的国家 手上稍微有点牌 恨不得一下子都打出去 让对方立马害怕那种 这对于很多发贷国家来说 其实是非常忌惮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此前 也同时在寻求制衡印度 因为印度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是要占主导地位的 比如现在联合国五常是美中英法俄 印度一直想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假设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扩容的情况下 想新加入就必须得有国家要退出 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谁的压力最大 肯定不是中国 其实在国际事务中道理是一样的 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中印边境冲突 但恰恰如果边境问题久拖不绝 对中国有利而不是印度 原因很简单 如果印度挑衅不止 中国就有足够的理由 来维持跟印度周边国家的关系 从而对印度更加不重视 中国可以花很少的资源来消耗印度 占财政收入超过30%的房屋支出 要知道虽然印度GDP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但财政收入却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不减少房屋开支 印度基本上是很难在其他领域增加投入的 而想发展经济 首先得由政府来搞大的基建投入 比如印度现在正在封杀中国的很多企业业务 大力的欢迎美国等的投资 问题是如果全球很多产品去印度生产 我们再不讨论什么土地工厂电力道路劳动力等等问题 就算能生产出来 你总得有足够规模的港口来运送到全球各地吧 按照目前印度港口的吞吐能力 整个前十大港口的年吞吐量只有7亿吨 要知道中国排名第三的唐山港一家 其吞吐量就相当于整个印度港口吞吐量的总和 印度吞吐量最大的根德拉港和木买港 在中国都排不进前30 请注意中国对港口等基建体系的投资还远没有结束 那我们要表达一个什么观点呢 那就是美国等越是怂恿印度跟中国对抗 印度就越无法削弱中国 其更多的财政收入就不会投入到港口等基建领域 对外贸易的扩展难度就更大 印度的战略性发展就会越停滞 印度跟中国的整个基础设施差距就越大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反而就越大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 当印度开始寻求大国地位 其实印度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跟中国的边界摩擦问题 因为印度最终会明白 不可能通过打败中国来获得国际地位 印度没有一个政治家感冒这种风险 所以印度一定会寻求取代现有一些大国的国际地位 来寻求自己的地位 到那时最紧张的肯定不是中国 所以对于中国和印度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只要保证足够的军事防御和威胜能力 然后顺其自然就好 域外的任何操作都很难在印度问题上达到削弱中国的目的 最后一定是适得其反 最后再做个小总结 新冠疫情的爆发 美国经济的巨变以及美国政客歇斯底里的攻击中国 并试图组建反华联盟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事件 是足以颠覆世界秩序和改变诸多人命运的事件 但大部分并不会对此产生足够的侵权 尤其是国内 对于美国政客攻击中国政府 反而还有一部分人在幸灾乐祸 似乎大有看中国政治外交笑话的感觉 这些人可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那就是成为笑话的恰恰可能是自己 因为面对疫情的冲击 人类其他的认知和关注点都会变得十分渺小 而中国恰恰战胜了疫情 正在被美国打击的中国企业 恰恰给诸多的中国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们还没看到国内有谁不顾美国疫情的严重 硬要去美国感受自由的 反而是在美诸多留学生和华人想回国 把机票都炒上天了 自私是人类的本性 但不要把自私拿出来晒 大家都希望自己生存的环境变得更好 但要搞清楚的是 不要试图通过认可另一个国家 对自己国家的攻击来意图获得点什么 那就太蠢太坏了 在这里继续给大家说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乌克兰 昨天解体后 乌克兰继承了比较多的核武器 在1994年的时候 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三个国家联合承诺 只要乌克兰自攻销毁核武器 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就承诺 保护乌克兰国家安全 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 并承诺援助乌克兰3000亿美元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乌克兰很好地做到了国防领域的自残 但既没有保证领土完整 也失去了国家安全 更没有拿到3000亿美元的援助 最近乌克兰独立之后的首任总统 克拉夫-丘克 对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十分后悔 站出来要求俄罗斯 美国和英国对乌克兰契合进行赔偿 数额是3000亿美元 用来重建被战乱毁掉的乌克兰东部地区 那克拉夫-丘克的要求 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是如何回应的呢 俄罗斯大概的意思是 门都没有 你一边凉快去 英国和美国呢 装啥都没听见 啊 你说啥 听不清啊 你是个坏孩子 很多人觉得 只要中国放弃核心利益 不发展国防 或者按照美国的要求改造 中国就能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 民众就很安居乐业 这种想法 我不敢说是小孩子之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想法 放弃国防建设 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 美国可以瞬间让中国 变成比中东还要恐怖的四战之地 因为中国太大 没有哪个国家能吞得下 只能被瓜分和肢解 如果你真相信 美国有那么强大的改造能力 那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是 为啥美国旁边的墨西哥 跟美国人的收入差距 十倍都不止呢 难道美国对中国人的爱 超过对墨西哥 这个邻居的爱 别傻了